好了 第二部份繼續有林卓和Joe 我們之前都說 你這次其實由公關角度 有很多人都說 你這次是大贏家 當然我相信他的比賽 鍾培生都應該肯定有相當大的商業的復活 要不然都不會搞這麼大的事情 但是你贏了拳酬 也都贏了口碑 那些人以前都覺得 John Lam真的太過激烈 有時候講的就是抽水差勁 就是負面的 某方面都是負面的 但是這次就覺得不是很正面 有路 就是好像你所說 不只是不說 是打 那你覺得你這次成功把負面變成正面 你以後會不會正經一些呢 我完全不會的 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up to比賽 我都沒有變過的 只不過是拿到另外多一面出來給大家看 我覺得 我暫時分析那些網民的看法 不是覺得林作變了 而是他們覺得他們得到林作的另外一面 就是說這個人表面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他內裡又有這樣的東西 說這個東西很厲害 那我看到一個評論 其實他拍了影片的 那我簡直是認為這個分析挺重的 就是說他們看到我是一個能夠堅持到底的人 那即使是有那些所謂的抽水的一面 或者其他的一些他們未必最欣賞的地方 但是看到這些特質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了支持了 嗯嗯嗯 我想問一下 其實由負面變正面 這件事情其實是好 就是turn over的一件事情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那我想不發其想 就是問一下你 譬如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那個形象都很差了 就是之前林鄭就賺了幾千萬給外國 就叫他們幫他搞 那結果搞那些東西 其實跟沒有搞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說原來我們final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他搞這個東西 你不用說 不用給幾千我也知道 是不是 那如果我反過來 一個假設性問題 如果阿周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幫現在特區政府改一下他們的形象呢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形象專家 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實形象差呢 或者是暫時的這個時運比較低一點 是很不容易扭轉的 是越是差的話 其實你只要做一件 不用很好 正正牢牢的事情就已經被人覺得 哇 原來你有另一面的 頓時就已經飆上去 那需要的是一個活動 需要一個契機 一件事 去給他去 真的體現到他另外一方面 變就變不了了 就是那個人是這樣 他過往的歷史那些都瞞不走的 這些是不可能的 但是 如果能夠有一件 就是好像我那樣的拳賽 比較爆的事 全民觸目的事 而他做到真正路的事的話 其實很容易 大家不單止給他 due credit給他 是給他太多的其他光環給他 那其實歷史上 比比皆是的這種例子 講遠一點 英國 李休吉爾都是二次世界大戰 突然之間發覺 根本沒有一個更加好的人可以走出來 他突然之間走出來 就已經是光環帶到一個點這樣 近的 我們講 對上一次曾俊華選特首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實際上是因為 他站在那個位置 很多人都把他們的希望壓在他身上 頓時他又變成全民希望 我覺得是要一個正確的事件 讓他站出來 比如好像當時東京奧運 香港前所未有拿這麼多金 這麼多銀 這麼多銅 就是從來沒試過的 但是看來都是沒什麼用的 就是那一刻 大家是覺得 哇 終於不用聽經常抓人的新聞 的而且他現在每天都是充斥著抓人的新聞 靜一靜了可以 但是很快又回頭了 那你覺得這個契機其實是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是不夠的 因為你東京奧運的主角是一些運動員 那你政府啊 官員啊什麼的那些 都是在side line那裡 在邊上面 你怎樣歡呼學菜 送樓送車都好 都是以一個配角角色 我想需要的是他們要是主角 就是他要主導某一件事 然後他要是 有一種扭轉的局面的情況出現 我想才可以是令到大家去改觀 我舉個例子純粹只是舉個例子 就是你可以拿一個很大的project 譬如說明日大雨 那你見到可能是有很多民望 都是覺得說大哥不要這麼愚蠢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 如果 林太夠膽走出來 就是說這件事我計過了 不搞 這筆錢拿來派去或者拿來搞其他事情 大家都覺得是對的 哇 這樣就搞定了已經 OK 那 究竟是誰的意見 我不知道 但是我講的一件這樣的例子 我相信就已經是可以了 我又舉一個例子 我想問一下 譬如現在大陸講的共同富裕 你看到之前馬雲 馬化騰都捐到一千億了 就是這個概念 總之你找這麼多 大家共享繁榮 就拿出來 但是共同富裕可以無限的演繹 就是可以無限的理解 現在早兩天香港的股市就很難的跌 跌過千點 原因就是因為 都說明了 地產商你們就不可以再這麼壟斷了 就是以後的遊戲規則改變了 你覺得如果特區政府走出來說 真的不行的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 市場主導沒有這些東西的 你覺得這個膽量可不可以幫它挽回民望呢? 其實是可以的 重點是他要站得很出地 很決斷地說一些 中到很多市民心目中的想法的說話 然後大家是沒有預料到他可以做出這樣的行為 這樣就有一個很大的契機在這裡 我自己就不是很覺得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如果他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就有很多人可以刮目相看 其實這個是需要一個勇氣 很大的勇氣的 如果你用邱吉爾來講 是一個政治勇氣 也都是一個道德勇氣 兩樣東西絕對都很需要 但是我又膽敢講 你真的懂得計算的 其實這個數字都挺好計算的 我用回我好像打拳一樣 大哥都是吃腦而已 吃腦你真的看得清楚 看得透 有好的advisor 顧問 他真的能夠給你這樣的看法 他真的贏的 那就要做的了 那你覺得現在這個特區政府有沒有這個能量呢? 我覺得就真的未必有了 我會說你給幾千萬貴佬也好 怎樣都好 你首先要有足夠的人才 或者是事小是一個不同的聲音 就是好像我這樣夠膽去聽一下 然後去想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突破 就是你要有這樣的心才可以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的mind是close的 其實給什麼他都沒有用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 譬如現在政府都很想 engage一些年輕人 就是過去 你知道19年那個社會運動之後 其實很想engage一些年輕人 有什麼想法? 完全 我自己以前經常說一個問題就是制度和人 究竟你能夠改變制度才會有好的人 就是大家民望高 有能力什麼鬼 還是有了好的人你才可以嘗試去改變制度 我覺得雞蛋和雞的 當然有些文化裡面的制度根本都不用很完善 那些人都可以很好 反過來有些地方你真的要有制度才可以有好的人 但是我覺得跟上雞的問題 你有了一個先另一個都可以迎人而解 但是最簡單的地方當然是你可以找到一些適合的人 願意走到政府那裡 然後去擔當一個重要角色去吸引那些人進來 你嘗試找一下一些奧運金牌運動員 他是進入政府 你看一下大家跟他們engage 加入 參與 討論的意願會大多少? 一定會大很多 如果讓你進入政府 你會不會有興趣呢? 在這個時刻 如果我在工作時間分配上能夠做到的 然後我又看到我進去是可以有東西 真的有得做 就是不要進去都是橡皮圖章 就是只有樣子那樣 那我願意考慮的 因為說真的你不是為社會貢獻有什麼好做 就是比起老實講在一些慈善組織裡面去 去做什麼慈善飯局什麼貴的那些 我當然寧願做這些了 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engage youth 其實你的想法是 有沒有一兩條橋呢? 想具體一點 我有的 其實我都是講個人經驗而已 其實年輕人是非常 impressionable 就是他們是非常找到一些偶像 找到一些榜樣 他們是很想有一些這樣的guidance 有些這樣的人去 值得他們去學習 去聆聽 很想的 其實在網上是不停地收到一些這樣的message 還有整個班 整個中學 整個班的人來找我的 而我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這樣的人 在社會裡面 其實那些年輕人 每個都想找個大哥的 那你就變成了他們很肯去聽你說 跟你去做 然後你又可以給他很多guidance 整件事很正能量 但是問題是 要找到這樣的人就不容易了 因為那些年輕人要求到高的 他不是那麼容易 就會喜歡上一個人 覺得想追隨他 但是這個文化在這裡 我見得到 所以只要有足夠多這樣的人出現 其實就有得玩了 嗯 OK 另外我想問一下 你之前就說你增榜了 那你增了榜之後 我這樣close up 就不覺得你肥了 但是你出來的時候 你脫了衣服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真是果然圓圓圓 那你肥了多少呢 要不要減呢 現在 其實那個真實重量到最後 就不是差很遠的 但是我包拳了 整件事是厚身了 那我現在的理解是 如果我不是特別去操太多東西的話 那就會在一個多月的時間 基本上就消瘦了一點 是自然的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再令肌肉沖血 那但是我想需要那個過程 OK 就是你現在是需要減肥的? 我想減少少的 不過會自然地應該做得到 因為我之前是不斷逼自己去吃的 現在就不用了 其實你還會不會打拳呢? 有沒有興趣再繼續打呢? 不如有拳酬 有夠英俊的出場費 我願意的 畢竟現在都是香港最高拳酬的這個拳手啊 大佬 不過極地去 你比曹昇瑜高啊 是啊 這個多謝鍾生啦 這個都認真的 但是是挺高的 所以一般的人說你做好了一個架 你就不可以隨便讓它倒當的 所以我就不會這麼輕易出來的 不過你說將來已經真的有機會的 大佬都是商業活動 我非常之願意考慮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媽媽和你女朋友 其實雖然說他們兩個很不對 都知道你其實真的很喜歡你女朋友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在我的台前幕後 我不知道幕後是怎樣的 台前和你都很合作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幫你做起一台show的 其實他們是不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非常之有問題 實際上很多時候晚上我也要兩邊安撫一下 只可以說大家都支持我 所以我是一個 令到大家都可以齊心 方向指向一邊的定海神針 但是如果沒有了我 真的是麻煩的 他們是完全沒有辦法談 不朋友 互相 樂見相對 都挺難搞的 喂 但是如果你上擂台都可以 你又這麼有腦 又這麼想到的 其實對於這兩個女人 應該又這麼疼你 你是不是完全不可能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呢? 我媽媽是一個極度難改變她看法的人 我認為她的教育程度比較低 充滿著一些偏見 也改變不了 我也不是真的覺得要怎樣解決她 因為坦白說 我自己認為婆媳關係 她兩個沒有關係 對我來說是最好的關係 因為反而可以令我愛情就是愛情 然後家人就是家人 分開 其實我真的覺得沒什麼問題 喂 但是你會不會想你結婚不跟媽媽說呢? 你結婚會不會跟你媽媽說呢? 我自己對婚姻是持開放態度的 因為重點是什麼呢? 我真的不想要小朋友 我想這件事是最重要的氣死他們的 最重要的地方 你結不結婚你都不成家 不立室呢? 就真的不是說太大分別 老實說 我就不想的 所以只要大原則是我們不是想生小朋友的話 其實我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我媽媽如果不是想生小朋友 我想她也會氣死的 因為你一個兒子嘛 中國人傳統就是一定要有後 但是你女朋友可以不結婚嗎? 我想她自己的問題都不在這裡 反而她都是喜歡小朋友的 這個真的要少許時間 但是我有件事是正確的 就是我第一天就已經說了 我自己是不想有小朋友 所以這個她要改變我的主意 我們都只可以談 但是至少她知道我在想什麼 所以其實拳賽之後 家裡還是有一大堆的 沒錯 其實有沒有構成你煩惱呢? 人生就是不斷地充滿著不同的問題 每一天都有 所以我又真的覺得私空見慣 也都覺得這個就是人生 所以我是很輕鬆地面對 不會改變的 你解決到這些問題 還有千千萬萬個問題 所以我都很自由自在 沒什麼問題 你這個態度很適合現在香港人使用的 就是面對問題你就不要太煩 因為永遠都解決不完的 不如解決得完而已 是不是看你的心態而已 搞不定的 很多都 好 謝謝你 Joe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再約了 好的 再約 OK 好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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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